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星马 继续为您带来以哈战事的最新消息 1.内塔尼亚胡说 埃及和加沙之间的边界 必须在战争结束前关闭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周六表示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结束之前 埃及和加沙之间的边界必须关闭 在纪念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 提100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内塔尼亚胡强调 以色列在关闭废城走廊之前 无法结束战争 废城走廊是一条14公里的土地 是埃及和加沙之间的边界 内塔尼亚胡说 我们将摧毁哈马斯 我们将使加沙非军事化 军事装备和其他致命武器 将继续进入这个南部开口 所以我们当然需要关闭它 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接管这条走廊 但官员们尚未确切的决定 他们将如何这样做 并进一步强调 他们做出的唯一决定是 必须关闭过境点 二 美国在袭击近30个地点 后一天对也门的 胡塞武装进行了新的打击 据明美国官员称 美国在对近30个胡塞阵地 发动多国协调袭击后的第二天 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地点 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 周五晚上进行的额外袭击范围 比前一天晚上小得多 这名官员说他们的目标是 胡塞武装使用的雷达设施 周五早些时候 胡塞武装向一艘商船发射了至少一枚反舰弹道导弹 周四美国和英国袭击了28个独立的胡塞基地 试图破坏他们向红海国际航道开火的能力 这两个国家还得到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 巴黎和荷兰的支持 这位官员说 最近的袭击是由美国单方面进行的 美国威胁说 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对红海的商船 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可能会采取额外的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在宾夕法尼亚州表示 如果他们与我们的盟友一起 继续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 我们将确保我们对胡塞武装做出回应 但在美国领导的袭击之后 伊朗支持的反叛组织 将也门南部亚丁湾的一艘商船 发射了另一枚反舰弹道导弹 新的袭击也是在白宫表示 试图避免升级之后发生的 我们正在做的一切 我们试图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防止任何进一步的升级 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皮 周五告诉美国有线电视经网 周四晚上 以美国为首的一系列的袭击 针对雷达设施和指挥控制节点 以及用于储存和发射无人机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设施 这些是胡塞武装用来瞄准 红海商船的主要武器 据胡塞军方发言人称 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六人受伤 胡塞武装发射他们的部队 将对这次袭击做出回应 称美国和英国的资产是合法目标 三 菩萨武装承诺 对美国最新一轮袭击 做出有利有效的回应 胡塞叛乱分子的发言人表示 他们将对美国在野门的第二次空袭 提供强有力的回应 尽管规模要小得多 发言人纳斯鲁丁阿姆尔 告诉半岛电视台 阿拉伯语频道 美国的最新行动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或物质损坏 但将做出坚定 有利和有效的回应 据名美国官员称 美国在当地时间周六凌晨 瞄准了胡塞武装使用的雷达设施 24小时前 美英联合行动 袭击了近30个不同的地点 以破坏胡塞武装 在红海国际航道上开火的能力 该组织周五发表声明说 五名胡塞武装分子在第一波袭击中丧生 另有六人受伤 胡塞武装称这些袭击是野蛮的侵略 不会阻止野门与加沙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的立场 胡塞武装在胡塞武装经营的电视频道 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四分析 美国是否被诱入与胡塞武装的战争 周六黎明 美国再次对野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袭击 对雷达战进行了打击 24小时前 美国与英国对胡塞武装地点发动了联合袭击 此前几周就警告胡塞武装停止攻击红海船只 否则将会产生后果尽管发出了这些警告 胡塞武装继续发射无人机和导弹 促使美国兑现其威胁 这引起了一些专家的疑问 胡塞武装是否想与美国开战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 美国前驻野门大使杰拉尔德菲尔斯坦 是那些认为 华盛顿给予胡塞武装他们想要的人之一 他并表示 他们肯定是想激起美国的报复性反应 菲尔斯坦补充说 他们有信心能够承受我们扔给他们的任何东西 他们看到自己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胡塞武装控制野门大变地区近十年 称总共发动了73次空袭 造成了5名武装分子死亡 胡塞武装誓言要进行报复 并继续攻击航运业务 称其目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人 反对以色列 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进行首次打击 目标是指挥和控制中心 弹药库 导弹发射系统和雷达系统 胡塞武装运营的马西拉电台播放的无人机镜头显示 数十万人聚集在萨纳 高呼谴责以色列和美国的口号 野门其他城市也聚集了人群 专家表示 胡塞武装的信心很大程度上 源于他们多年来对沙特袭击的抵抗 但美国领导的反对胡塞武装的运动 可能非常不同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作战主任 道格拉斯西姆斯周四告诉记者说 第一次袭击针对28个地点 携带150多枚弹药 在评估损失时 他表示 希望胡塞武装不要造成此类破坏 西姆斯补中说 我认为 如果你昨晚正在操作弹动导弹发射器 你肯定不会想进行这次袭击 但是不 我希望他们不希望我们发动袭击 胡塞组织领导人阿卜多勒 马利克胡塞 在预先录制的讲话中证实 他的运动因宗教原因而受到围困 在成为胡塞运动领导人之前 胡塞就因其在战场上的强势领导人 而享有圣语 胡塞武装是山区战士 自2015年以来 一直与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作战 这场冲突已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 摧毁了野门的经济 并使数百万人陷入饥饿 在40多岁的胡塞指挥下 胡塞武装拥有数万名武装人员 并拥有大量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其中大部分由伊朗提供 袭击发生后 西姆斯和其他美国官员承认 胡塞武装可能会实施报复威胁 美国国防部表示 胡塞武装星期五向鸿海发射了一枚反舰弹导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胡塞武装非但没有被吓到 反而可能认为这些袭击中可能造成少量武装人员死亡 这是胡塞武装的成功 即使这会导致其能力下降 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 由于担心供应可能中断 布伦特原油价格周五上涨了1% 商船追踪数据显示 至少有9艘邮轮停止或改道离开红海 美国彭博社还认为 在为巴勒斯坦事业而战的口号下 暴露于美国所谓的大撒旦 所谓伊朗抵抗轴心的攻击 将是胡塞武装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现在承诺作出回应 宣称所有美国和英国的利益 都已成为他们的目标 低估和质疑这些警告是愚蠢的 这些战斗有望提升他们在国内外的地位 美国网站指出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伊朗极其盟友寻求增加整个中东地区 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仇恨 以至于与他们的任何关系 都变得有毒和不受欢迎 以至于从沙特阿拉伯到埃及的领导人 都被迫与他们保持距离 阿拉伯街头对以色列充满了愤怒 并支持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 认为这是加沙人民的庆利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在10月7日之前 进行的任何形式的经济和安全和解 都将成为不可能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 负责中东事务的前副助理国防部长 迈克尔·麦克罗伊表示 美军必须做好采取更多军事行动的准备 他继续说道 美国必须开始计划加强对红海 叙利亚或伊拉克进一步袭击的反应 他呼吁将伊朗革命卫队纳入这些目标之中 伊朗支持胡塞武装 将其视为地区抵抗轴心的一部分 该轴心由与德黑兰结盟的团体组成 其中包括哈马斯 比巴嫩珍主党运动和伊拉克的武装派别 美国指责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袭击 并向他们提供实时袭击所需的军事和情报能力 胡塞武装否认自己是德黑兰的傀儡 并表示他们正在与腐败政权和地区侵略作斗争 然而菲尔斯坦警告说 胡塞武装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挑战 有助于提升他们在中东的形象 这是一些现任美国官员的共同担忧 菲尔斯坦表示 这强化了胡塞武装在地区层面的形象 这是他们处于与伊朗结盟的抵抗轴心潜力 他补充说 我们不应该给胡塞武装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正是我们所做的 一位诗人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失与远方 但我因为没有固定工作 每天像陀螺一样忙碌 没有了失与远方 只有眼前的苟且 生活重要之下 发布视频成了我唯一的一个简压口 也是必须做的事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 拼了命的用尽全力活着 但收入不稳定 让菲尔没有了生活保障 这里也恳请朋友们 如果欣赏我的视频的话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给予我一点小小的赞赏和鼓励 谢谢大家了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感谢一路由你 好吗 是